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呃我把那个我的车给还回去了 因为最近开销太大了 收入减半有点还不起了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我的RUF4 完完全全的就还给银行了 他们收走了 现在我就用这个自行车来做代步 没有车的话其实还可以接受吧 没有办法 去很远的地方了 再说吧 等我找到稳定的工作以后呢 我看看再搞台车 目前来说就先靠这个 呃自行车来移动 现在就是公共交通 开始是我的主打系了 还行哈 呃还好我们这边巴士 可以那个上自行车 反正我就上巴士 上地铁 就这样子 登单车的少年又回来了 我最近确实是呃很多变很多变化 反正就是越来越不好的 因为大局势不好 那我们这些小屁民底层呢 就也跟着不好 反而是越野越烈的那种 不容易啊生活 啊我不说了我进去跟了 这是纽约 纽约的那个法拉盛 现在天气热了 能来能往的很热闹哈 这里是最热闹的一个地段 7号车总站 十几年了没变哈 一直都没变 也就多了 能多了 能变了 但是竟然是没变 好 这是奶茶店 他们应该是挺忙的 在这里 你看 好多奶茶呀 行了 今天就是买奶茶喝 开心一下 二月嘛 猪头肉吃不到 头也没理 但是奶茶得喝一杯啊 这玩意少喝为妙啊 好了 这里是小林 然后我就继续登啊 整了四杯奶茶 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把那个车子给卖掉了 一分钱没赚 倒亏两千 然后呢 现在回到了自行车时代 感觉一下子没压力了 那就喝一下 奶茶 这是我的车 还是不错的哈 今天太阳晒挺舒服的 但是有点冷 还好 不是很冷那种 不是很冷на一种 《 quero知》 火烤 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